翠花很忙,为了获取一点额外收入,翠花一有时间就和婆婆一起来到山坡上,用木棍敲打树皮制作纤维,这种植物纤维是将树枝用水浸泡后,只保留树皮,这种树皮经过水的淘洗和木棍的垂打之后,会变得柔韧纤细,可以拿来销售换取微薄的收入。 蚊子再小也是肉,即便卖不了多少钱,也能给几个孩子买点零食补贴家用,纤维的整个制作过程极其漫长,陆陆续续需要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,一边锤打还有一边在河水中清洗,这样才能保持纤维的纯净度。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,河道里的溶水冰凉纯洁,可以直接饮用,不过水温太低不适合洗澡。 碎花忙完以后还要给另一块田地除草。 这块地里的玉米长是不好,整块田地也就只长了几十颗玉米而已,显然不会有太好的收成。 如果趁着现在补种上一些玉米苗,或许多少也能增加一些产量。 不过碎花好像不懂得补苗,只是一味的埋头蛮干。 稀疏的玉米苗几乎没有打理的价值。 翠花却依然出着蛮力。 拿着锄头弓着腰,一点点给庄稼松土除草。 临近中午时分,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山岗上。 牛羊都无精打采地趴在地上。 吃饱喝足的牛羊也准备睡个午觉。 翠花的公婆宰杀了一只老母鸡。 翠花便坐在炉火旁帮忙清理。 鸡肠子积下水之类的杂肉也不能浪费。 清理好后直接放进炉火中焚烧。 便可以直接食用。 多余部分,公婆特意让翠花带回家去。 给几个孩子们补补身体。 翠花的公婆在山坡上杀鸡吃肉。 翠花便帮忙一起处理。 老两口没舍得全部吃完。 挑了两个鸡腿和几块肥鸡肉。 让翠花带回家中。 他们只是吃了些鸡肠鸡脚鸡头之类的杂肉。 翠花拎着公婆给的鸡肉背着一罐干柴。 拿着锄头回到家中。 家里依旧是冰锅冷灶烟火全无。 翠花顾不上喘口气。 水都没顾上喝一口。 便一屁股坐在炉火旁。 准备点火煮饭。 昨天的剩饭锅重新灌满清水。 架在炉火上大火烧开。 趁着这个功夫。 翠花在平底锅里咬上半锅大米。 用水稍加淘洗之后。 用手抓着一把一把塞进锅中大火炖煮。 今年翠花家里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提高。 往年常吃的玉米面团也被换成了大米饭。 一家人基本实现了吃米自由。 时不时还能做点油饼改善口味。 昨天翠花油饼炸的不老少。 虽然有很多油饼因为油温没有控制好。 被炸成了黑不溜秋的样子。 但是他们也没舍得扔掉。 可以作为孩子们的餐前零食。 趁着煮米饭的功夫。 几个孩子围着炉火吃着昨天生下的油饼。 这些油饼没有用发酵粉。 也没有放任何调料。 吃起来索然无味。 而且也特别坚硬。 但是几个孩子却吃得津津有味极为满足。 小双和妹妹甚至高兴的手舞足蹈又蹦又跳。 透着孩童的天真浪漫纯真无邪。 煮米饭比较轻松。 不需要反复搅拌。 只需要水开后盖上盖子。 小伙们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趁着焖米饭的功夫。 翠花取出从牛棚带回来的几块鸡肉。 准备煮来吃。 鸡肉放在柴墩上。 用柴刀分粒剁成小块。 翠花和孩子们总算有口福了。 今天翠花从牛棚回来时, 公公婆婆给翠花送了几块鸡肉。 翠花煮了一锅大米饭。 然后将鸡肉用柴刀劈开。 准备炒来搭配米饭一起食用。 这只鸡明显比翠花家里养的鸡要肥大不少。 看着飙肥体后, 拿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。 光这两只鸡腿都有两三斤重。 鸡肉切好后, 米饭也煮得恰到好处。 将米饭从炉火上端下来。 架上炒锅准备炒肉。 馋嘴的三女儿, 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鸡肉就要往嘴里塞。 还好被翠花发现及时制止。 她也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着想。 几个孩子围着翠花, 眼巴巴地望着饭锅。 只有二女儿独自躺在蒲尾席上复习着功课。 读着早已滚瓜烂熟的课本。 炒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。 撒入咖喱粉和小茴香爆出香味后。 将鸡肉一股脑倒进锅中大火煸炒。 瞬间, 鸡肉和咖喱的浓郁香味便飘散开来。 馋得人口水直流。 鸡肉煸炒至吸干水分后, 即可倒入清水。 抓上一把粗盐扔进锅中。 大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眼见马上就能吃到肥美的鸡肉。 几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做成一排。 乖乖地等着即将到口的美食。 煮好的米饭产在盘子上。 再配上几勺浓香四溢的咖喱鸡肉。 孩子们顾不得烫手烫嘴。 用手抓着狼吞虎咽,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 今天这一锅肉虽然只是半只鸡, 分量看起来却也不少。 至少每人都能吃上几块过过瘾。 昏暗的灯光下, 杂乱的生活物品依旧随意堆放。 翠花一天到晚忙的也顾不上收拾。 他不但要辛勤劳作, 还要照顾着几个孩子。 从早到晚任劳任怨,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, 想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 他们的生活在我们看来或许是贫瘠的。 不过他们也乐在其中。 平和的心态乐观而积极的性格, 却也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。 感谢观看! 谢谢观众! 下期更精彩! 翠花天天离不了千玛草。 一大早煮好米饭以后, 翠花又在炉火上架上炒锅。 锅中加入半锅清水开始煮菜。 翠花爱吃千玛草。 除了这种草口感滑润好吃以外。 制作过程也比较简单方便。 直接加入清水撒上粗盐。 将采来的千玛草用架子放进锅中大火炖煮。 整个过程不需要用到一滴滴油。 既省油又省事何乐而不为。 燃烧的炉火将千玛草锅烧得滋滋作响。 翠花拿来一个烧火棍, 将千玛草使劲按压搅拌。 千玛草被烫软以后, 撒上一把玉米面增加粘稠度。 接着即可盖上盖子。 大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千玛草炖软以后, 用木棍在锅中上下左右飞快揣打搅拌。 使其充分融化成一锅碧绿的青草糊。 这种千玛草糊可以用来配饭。 也可以单独食用。 曾经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 他们的祖辈没有米面食, 便只能靠千玛草田饱肚子维持生命。 现在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提高不少, 只是作为蔬菜用来配饭。 千玛草煮好后, 从炉火上端下来, 一家人围坐在蒲尾锡上开始吃饭。 煮好的大米饭配上碧绿的千玛草汁。 几个人围在一起, 簇拥在翠花的身边。 开开心心地吃起早餐。 洁白的米饭, 不知道是因为有剩饭的原因, 还是加入了高粱面。 颜色看起来有些发污, 这并不影响他们狼吞虎咽填饱肚子。 脆花就是个吃草的命。 早饭脆花和孩子们在家吃的就是千玛草。 饭后来到牛棚, 心想着能不能吃到点肉干之类的结结馋。 不想, 天来又开始对着山坡上的千玛草下起手来。 天来平时在牛棚一个人也懒得煮饭, 有时候靠简单的喝点牛奶过活。 尤其是前几天下雨的时候, 牛棚里淡尽粮绝, 什么都没有, 想生活却连个干柴都找不到。 也不知道下雨的时候天来是怎么熬过来的。 脆花来到山坡上将绑着的几头奶牛解开绳索, 让牛儿们在附近的山坡上自由吃草。 天来家里的牛羊, 今年属食数量不少。 光这几头奶牛, 想必到了年底都能有不小的收成。 何况家里还有几十只山羊, 难怪天来能换上新手机。 因为天来还没有吃饭, 脆花便蹲在地上升起炉火, 准备给天来煮些饭吃。 锅中加入半锅清水和几粒醋盐, 采摘的前马草加入锅中大火炖煮。 粘稠的玉米面团, 配上碧绿的前马草制。 脆花现在并不饥饿, 也只是陪着天来多少吃上几口。 天来却数食饿的不轻, 一口气吃了好几盘。 由于昨天晚上山里的大狗叫唤了一夜, 炒的人整晚都没有睡好。 见脆花来了之后, 这才放松下来, 它便一咕噜身子躺倒在地上。 想要小睡片刻, 翠花一边帮着天来清洗饭锅, 一边打眼望着山下的牛羊。 尼泊尔的人们直到今日, 依然过着这种悠闲惬意, 轻松贫瘠的慢生活。 它们与世无争快快乐乐, 独享一片山林, 放羊几只牛羊, 公耕天地之间。 闲看花开花落, 无欲无求淡然而快乐。 这是否正是你所期待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呢? 感谢观看, 谢谢关注, 下期更精彩。